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炭爛韭菜 本頻道會分享股票分析 心靈成長以及財商知識 希望能夠藉此幫助到大家 讓各位的生活不斷的成長 大家好今天要講永光1711 這檔股票也是化學生技醫療 就是我之前有講過那個 中仙 他也是化學生技醫療 感覺資金是 有往這邊的產業去留 會發現這一檔 是因為他今天 就是已經突破了他一個盤整的區間 我之前是沒有觀察到這一檔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 這個 圖中的20.1是怎麼來的 20.1是他目前的支撐 就是如果他股價到20.1的話 我應該會做一個 波段 或是當從 直接來看 4月20號 這裡 有一個大量 就看到1分K 我們就看 4月20號到 4月22號 可以看到我這已經先做一個 標記 這邊 整個圖中 最大量的地方 他在一分鐘之內成交了 1941張 那他的 價位就差不多 是在 20.115 左右 那可以看到我這個圈圈圈起來的部分 他都是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大量 就可能是 是主力換 那像這一天 4月22號 他也是 有 股價有上來 但是你看他沒有量 就直接 就跌下去了 所以說 價格 和他成交量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 直接 再來看 他跟今天的 可以看到 這跟 20.15 這個地方 對照過去的話 可以看到 5月3號這邊 也是用一個大量去突破 直接看5月3號會比較清楚 可以看到 這次圖是5月3號的 他這邊 11.56分的時候 也是有用一個大量去 碰觸到 20.15 然後 在 12.52分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 大量直接去 突破 之後就直接 衝 所以說如果 這張股票 他 價格 他已經上去 另外一個 區間 價格有跌到 20.15 左右 的話 我會 進場 做 當衝 今天大盤 殺了 300點 左右 感覺很多人應該都 受了中傷 所以說 股價真的是 不要去追高 你還是要等待一個 最好的位置 再做一個 進場 停損點也要 先射好 這樣才不會 受中傷 也不要 買進之後 就被套個好幾年 那資金就被困在那邊 那今天的解說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大家可以吃 按燈 我們下個影片